你有沒有就是遇到過渣男 或者曾經傷害你感情蠻深的 我從來沒有過 從來沒有過 你很會物色很會去謹慎挑選是吧 因為我沒談過 蛤 我沒談過戀愛 沒談過戀愛 真的假的 對 小朋友嗎 那 你對愛情面就抱持什麼樣的價值 因為兩個人在一起 主要是生活的狀態要很match 就是你們去餐廳要喜歡吃一樣的菜 對這是第一個 然後你們要喜歡看一樣的電影 所以要找一個跟自己很像的人很難 所以我講話跟我一樣的人 我都自己就是人 就乾脆不談戀愛 對 你什麼星座的 我是雙子座 雙子座 那你會喜歡什麼類型的男子 我比較喜歡霸道 霸道 霸道總裁類型 對我喜歡霸道總裁 那對身高或是外貌會有要求 他長得對得像霸道總裁 長得也得像霸道總裁 對啊 那身高呢 反正很兇就可以 很兇 那你目前是什麼職業工作 我是學生的 學生 你是來向我念書 對 你是學表演的 我不是 你是藝術 對我學藝術的 藝術相關 對 那你未來有什麼夢想 未來夢想 未來夢想就是 自己變成一個霸道女總裁 然後找到一個霸道男總裁 就是我的夢想 最後一種正能量的話 可以跟大家分享 正能量的話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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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或是人生的座右銘都可以 山道水球 現狀太陽幾十 九十嗎 對啊 這就是我的座右銘 他的意思是說 你當困境的時候 你能看到 另一番景象 對 所以你在你谷底的時候 其實你能看到 是完全看不到的景象 也是一種新的體驗 所以不要覺得低谷是絕對的第一 它是一種完全人生性的境界 對 很正能量 OK 好 謝謝